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世界需要父亲的资深培训师李德宏老师 李老师你好 王家好 大家好 李老师我们上次说人生就好像风筝 风筝要飞得越高越远越久越好 当然这个风筝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 就好像我们人的人生一样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那最不可少的就是要有明确的使命 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说的很对 我们就用一个短短的故事 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明确的使命 是 好 那么你现在是一个老板 想象你是一个大老板 那么你有两批人在工作 那么你在观看这两批人工作的时候 他们是在做装修了 同样的人手 同样的训练 同样的设备器材 同样的工作环境 开工休息下班的时间也同样的长短 就是一模一样 条件一模一样 其中一批人呢 那好像有一股用不完的那个 经历 超佳的态度 那么非常积极主动的知识 他们做的从头到尾 速度很快的 那么你去近距离的看他们 会被他们的工作速度受影响 受吸引的 那么你观察他们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羡慕 为什么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做得那么快 而且那么团结 对 因为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嘛 对 就是这样 那么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牵动 那么你是一个老板 你看到 你会觉得 不情自禁的要拍手 因为太好了 对 情不自禁了 拍手 很赞赏 对 真是做得太好了 太棒了 但是不要开心的太早 为什么 因为相反的呢 还有另外一批人 另外一批员工 所以老板为着这一批来鼓掌 另外一批呢 他就一直摇头 因为他看到 好像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提不起劲 他尽量的找 找不到基本的亮点跟活力 看他们做东西很乏味 很费力 而且呢 做一下子就要休息 不能够持久 那么老板一直在摇头叹气 只是会说 就是你啦 会说没能比啦 跟不上啦 水准很一般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两组人 问得好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OK 现在呢 我要引进一句话 这句老话就是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对啦 我们看一看 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 究竟是什么意义啦 是 天生我 就是不要怀疑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人 不要看衰自己啊 不要看扁自己 对 对 我是财 就是行行出庄严 是 关键呢 就是尽早的知道是 你这个财是在哪一方面 对 是可造之财 谁最能够看到这个潜能 我想就是父母亲 对啦 在孩子小的时候 就要去发掘孩子的潜能 他的才干 他的能力在哪里 对 那么必有用 嗯 就是不管怎么样 深信自己 对 尽力发挥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 凡事呢 敢敢尝试 嗯 是的 顶尖的能力 背后呢 大部分 不是因为是生出来就是这样的 而是苦练 而是坚持 是的 我们都要经得起熬练 要愿意接受磨练 对 而且要有毅力坚持下去 yes 铁棒 磨成针 对啦 嗯 是 那么这一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呢 哦 其实就是 是要鼓励我们寻找自己的使命 嗯 那么对这个使命呢 我们知多少 嗯 对对 使命里面有哪一些成分 我们真的是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使命 对 要很明确自己活着的意义跟目标方向 对 因为我们要属于刚才的第一批 嗯 对 充满干劲的 积极向上的 yes 给人家看到都鼓掌的 对对 而且是一起同心合意的 对 嗯 第一 是使命 就是本身的使命 嗯 使命 是什么 不是什么 使命不是 它跟工作完全不一样 使命是使命 工作是工作 嗯 它不只是单单看时间开工 嗯 看时间下班 老板交代什么 我做什么 定期的领工钱 哦 为的是维持生活 养家 这个不是使命 嗯 这个是工作 是 使命是什么 使命是属于我的 适合我的 自得我投入的 是我自动自发的 对 会使我很兴奋的 等着我去做的 而且我知道 是什么 充满热情的 对 愿意投入时间的 对 我会因为这样充分的投入我的能力 我的才华 我的天分 我的工作 职位 岗位 嗯 好 而且呢 然后我们 会用这个事情 去照顾他 能帮助他 对对 嗯 真的是 不是看我们自己 是看别人 对对 这样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使命啊 对 能够照顾社会人群 对 讲到人群 第二是人群 人群是什么 人群是我特别有热心跟同情心 很想帮助的群体 嗯 那个就是人群 是 比如呢 青少年啊 客工啦 有一些人对这些人是特别特别有一种负担的 对 有那个使命感去想要帮助他们的 对 想要进入他们当中的 提供一些援助的 对 那么第三呢就是领域范围或者是专业 Courses, Situations, Professions 嗯 它是什么来的 对于这些呢 它是我从小就有浓厚的兴趣 而且有额外的负担的 是 好 那么呢 比如是什么 好像经济学 好像医疗 嗯 好像员工的福利 这些都是我很乐意去帮别人的 对 非常的专业的 对对 那么第四就是天分 Giftings, Special Abilities 嗯 你的那个才干才华 对 然后是什么呢 是你先天的能力 嗯 就是说你比平常人做的 学的 上手的 会更好更快 更有 对 水准 这些就是所谓的恩赐啊 就是上天赐给你的 对 你的才干 嗯 是是是 比如是行政啊 智慧啦 沟通啦 领导 继续呢 第五就是能力啦 对 能力就是工作跟办事能力 你的技巧 你用来完成 交给你的任务的 比如呢 是分析啦 组织东西啦 现在 我们要开始做一个 很 会让你很兴奋的东西 就是呢 你只需要两张纸 一直比 今天呢 我们要帮大家 做你的个人的 使命宣言 嗯 是很有意义的 对 对 我们不只是教 导说有这个存在 我们也要教你 怎样的寻找 你的 使命 而且写下来 第一个图片 这个是人群的图片 人群图片里面 有写着很多 不同的 不同样的人 那么可能 你对这一些 有负担 也可能你对负担的 那些人不在里面 请你们找出 你们的人群负担 然后写下来 放在那个空格里 人群负担究竟是什么 是你特别有热心 有同情心 是你想帮助的群体 找出一个写下来 如果里面没有你所要的 你自己填上去 是 OK 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二个 进入第二个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领域范围 专业 有一些是工作 就是专业 有一些呢 是你要帮助的 那些人的特别的情况 选一个 然后写下来 我们再看第三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是说我的天分 对 是什么 那么重复一件刚才分享的 天分是你的先天能力 你比平常人做的 学的 上手的 更好 更快的 然后更有水准的 而且 人家周围的人都公认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天分 就是你的强项 我个人的天分 是 那么就填下来 第四个图片是能力的清单 上面你看一看 那么能力又是什么 有时候能力跟天分 有一点一样 能力说你办事的能力 天分说你做的特别特别好的 而且只有你一个人 能够做的最好的 是的 有一些重叠的 类似的 同样的情况 对 对 那个没事 那么能力是你的工作能力 是你的办事能力 是你的技巧 是你 让你能够完成任务的 是的 我个人的能力是什么 写下去 那么 第五 就是要完成你今天的使命宣言 不用担心 其实是很简单的 你看一看那个成分 那么上面是给你的一个例子 例子 那么下面的呢 是你可以用的动词 我给你我自己的个人的 那个例子就是 我打算 动词是装备 人群是八八门 通过什么呢 通过教导 通过落力的支持 那么 帮助他们成为有效 有情感的父亲 哇 这个是 对 这是李德宏老师的人生使命 这个是我的使命 宣言 你的呢 可以慢慢的考虑一下 然后 一一的填写在里面 是的 给自己一些时间 好好地想一想 安静下来想一想 找出你人生 很明确的一个使命 到底是什么 对啦 那么我们 做一个总结吧 好的 有了明确的使命 就是你刚刚 制定的那个 使命宣言 这个是你自己的 天生我才 必有用 从此就 名副其事地 在你的身上 操作了 是的 那么恭喜你 恭喜 对 这个不是一个口头话 实实在在地 就在你身上 运作了 对 我想这真的是 一件很兴奋的事情 对 我找到了 我人生很明确的使命 对 我属于刚才开始的时候 所形容的第一批人 那个老板 看到他们工作 鼓掌的那一批人 你就是其中之一 对 充满热情的 可以投入的 对 那么在此呢 我跟管家 祝福你 在每一个领域里 都占首位 哇哦 尤其是在你的家庭里 是的 更是因为你的突出的贡献 家和万事性 还有真实快乐家 嗯 错不了 我是管家罗静芳 我是李德宏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我们的网址